嘿呦,大家好,欢迎来到学到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会一起来认识 四年级科学里面的能 诶,什么是能呢? 能是让物质操作的原动力 那生物呢,则需要能来进行活动 而非生物就需要能才能够操作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能是哪里来的呢? 是的,太阳是光和热的主要来源 除此之外,水或者是风的流动 海浪的脏落都可以提供能量 那当我们在燃烧生物质 或者是化石燃料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能量的 那核燃料是因为核裂变 或者我们叫做Nuclear Fission 或者是核聚变Nuclear Fusion 而产生的能量哦 那能是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习 这九个能的形式了 那第一个会是什么呢? 是的,第一个就是来自太阳的太阳能 那第二个又是什么呢? 对了,第二个就是光能 光能就是会发光的物体啊 如桌灯或者是路灯都会发出光能 能够照亮我们四周哦 那第三就是电能 电器如风扇、电运斗都需要电能来操作的 那第四呢,就是核能 核电站就利用了核能来发电哦 那第五就是声能 声能就是会发出声音的物体 例如小提琴、鼓 因震动而产生的声能了 第六是势能了 那什么是势能呢? 对了,在高处的物体啊 如树上的水果 被拉长或者被压缩的物体呢 都具有势能哦 那第七呢,就是动能 当物体在移动的时候啊 都具有动能的 第八是化学能 那什么是化学能呢? 是的,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啊 我们用的电池、燃料和生物质 都含有化学能的哦 那最后一个形式呢 就是热能了 例如以火得到的热能 可以把食物给煮熟 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温暖哦 好啦,那以上就是有关九种能的形式啦 你学到了吗? 只要你成功学到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也别忘了 订阅打开小铃铛 以守住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咯 那假如你想根据单元或者年纪 分类好的影片呢 也可以到Description下面 点击我们的官方网站 注册为免费会员 就可以拿到以分类好的影片咯 好啦,就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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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